疫情之后啊 电商一枝独秀 那电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战国时代 疫情带动 全球电商爆炸性成长 外贸协会指出 2020年全球电商规模高达2兆5000亿美元 年成长率近27% 占整体零售市场比重大幅上升到16% 尤其新兴市场快速成长 2020年泰国 墨西哥以及印尼的电商成长率都超过50% 印尼这个有2亿6千万人口的国家呢 它的电商普及率已经来到了19.9% 跟美国这个先进国家的老大呢 20.3%已经相去几乎是一样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在新南向国家的这种电商消费的潜力 外贸协会整理全球5大市场 包括北美 拉丁美洲 欧洲 印度 东协 指标性国家 电商网购前3名的畅销商品 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 以消费性电子及服装居1、2名 山庚北美市场的电商平台业者表示 疫情期间台湾厂商在3C类产品销售表现家 第一个当然最明显就是3C IT类 因为你在家追剧 在家上班 上学 运动休闲类的确很多 像我们站上最卖的很好就是电动自行车 几个品类在东南的表现 的确是对台湾商品来讲都非常好 第一个比方说食品类 食品类表现是非常好 再我们讲母音用品 母音用品 然后运动相关 包含机能衣 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产品 好品质的优势在 东南市场现在有很大的商品的供给 是来自于中国 外贸协会表示 物流的最后一礼路是电商决胜负的关键 在欧美市场 电商网购物流所需天数约1到2天 深耕北美市场的电商平台业者表示 消费者在意是否有限货 建议台湾厂商要在北美设立仓储 一收到订单立即出货 对于明年电商市场业者乐观看待 但包括供应链 运输成本增加 都是要注意的风险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张元亭 台湾台北报道